同学们好 我们开始学习第八章财务报告 对于财务会计 实际上说的就是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那最终会提到报告里 在这一章要介绍的内容 一个是财务报告概述 第二个资产负债表 第三利润表 那当然我们财务报告的报表 还有现金流量表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那这些就不在这里面说了 我们只是谈最基础的东西 第一个大的问题 财务报告概述 我们看第一个财务报告及其目标 什么是财务报告 目标是什么 说实际企业对外提供的 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 和某一会计期间的进行成果 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 就是说的是财务报告 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 我们前面也谈到了财务状况说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比如 2018年12月31日 有多少资产 有多少负债 多少所有者权益 说的是这个问题 那是资产负债表 某一期间的经营成果 比如2018年度 有多少利润 或者有多少亏损 那这是个利润表 以一段期间相联系的 一段期间的现金流量 那是个现金流量表 比如说 现金流 怎么流入 如何流出的 这样 就是说报表上 当然还会有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就是说所有者权益那些项目 由年初到期末 是如何发生增减变动的 叫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那我们编制报表的目标 就是向财务报表使用者 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现金流量 有关的信息 提供信息的 你报表使用者 投资者要关注 说看看每股净资产多少 每股收益多少 每股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进入多少 他会关注 那银行也会关注你的报表 看你偿债能力如何 获利能力如何 那政府当然要关注 是不是少交税了 然后再有是 反映企业管理层 受多责任履行情况 有助于财务报告 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 那比如说 大老板特别有钱 特别有钱 他不见得当董事长总经理 他会有职业经理 在这边当董事长 但是我们要看他的 受多责任履行情况如何 那你也通过报告来反应 第二个问题 财务报表的组成 财务报表是对 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成果 现金流量结构性表述 刚刚也说了 那你包括的 反映财务状况叫资产负债表 反映经营成果的叫利润表 反映现金流量的是 现金流量表 我们还有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这是要求年度编 上市公司我们 半年报 季报不需编的 就是所有者权益的一些项目 由年初到年末 如何发生增减变动的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另外还有付诸 大致了解一下 我们看第二个大的问题 资产负债表 第一个资产负债表概述 说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的报表 也就说资产负债表是一个点的概念 一定是某一特定日期 不是个期间的概念 它编织的原理基于资产等于负债家所有的权益 这是会计核算的等次 就是你只要到期末 我们肯定资产会等于负债家所有的权益 说资产不说吗 资金什么形式存在占用呢 那负债所有的权益是存在资金怎么来的 当然相当 我们看资产负债表 比如说18年12月31日 这是个账户式的 某一个点 左边是资产 右边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资产这一边 要分流动非流动 当然都会有一些具体的项目 然后是资产总计 负债我们也会有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 然后涉及还有所有的权益 都会有一些具体项目 之后就是负债和所有的权益总计 当然 必须保证 资产总计 应该等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这是必须 我们看资产负债表结构 我们大师前面也看到了 按照流动性 流动性最强的排队就写明 比如说会有货币资金 然后报表 接下来说 以公运价值计量且及变动技术 当机随意的金融资产 来流动性强 那差的就往后排 长期股价投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什么的 那负债也是流动性排在前面 那短期借款流动性 强排在前面 流动性差的 长期股价排在后面 非流动的 大致这样 就知道下这个结构 那接下来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我们报表有年出余额 还有期末余额 年出余额是根据上期期末余额来的 报表有这样的勾集关系 年出数要等于上期期末 那资产负债表期末余额 在进行填制的时候 一个说根据总账科目的余额填列 一级账 总分类账 我们报表上 资产负债表是余额 是指期末数 那比如说像短期借款 你看期末余额有多少 它的账 报表上短期借款项目 报表上叫项目 就填糖 应付票据 也是一样 你看一下总账的余额多少 好了我们往这填 实收资本 资本公金 都是看一下总账余额多少 直接往上填 那资产负债表上有的项目 可能要根据总账科目余额合计数来填 那比如说货币资金项目 报表上叫货币资金项目 我们总账涉及货币资金 有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那把这个余额加起来 没有特别情况 那就填到货币资金项目上去 我们报表上 有未分配利润项目 那是属于所有的权益 如果说不是属于 年度中了 我们采用的又是属于账截法 那比如说到十月底 本年利润有余额 利润分配有余额 你应该两者余额的代数核 因为可能借贷不一致 我们算代数核 去填列未分配利润项目 是这样 比如说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明细科目的余额 在贷方十万 本年利润 十月底的余额 在借方有两万 好我们填八万 代数核 第二个 我根据有关明细科目的余额 计算填列 看明细的 不是总账 总账不行了 这里讲资产负债表中的 有些项目 要根据明细科目的余额来填 应付账款项目 报表上叫项目 我们账上一般叫科目或账户都可以 应付账款项目需要分别根据 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 两科目 所属明细科目期末 代方余额 计算填列 以后再解释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 购入商品之前 向供应单位预付款项100 正常的来说 咱们通过预付账款来核算 当然说如果企业不设置预付账款 预付货款业务可以通过应付账款来核算 有那么个说法 要设置预付账款了 那第一笔业务发生 你想把钱付给供应单位了 预付账款会增加 资产增加在借房 银行存款减少会在贷房 借预付账款 代银行存款100 然后说供应单位发来货物 库存商品我们增加了借记库存商品 那这个设计还有增值税 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有34 我们把它反映到应交税 非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里面 那整个发票上是234 我们核算时呢 应该是把234都反映到预付账款的贷房 理论上说 可以把原来预付账款100充了 然后剩下的134再反映到应付账款 但这样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对账时麻烦 你看234 你给拆成一个100的往来反映 一个应付账款再一个134 不好对账 所以便于管理 我们的做法是说 把234都反映到应付账款 这个明细账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看这个应付账款所属明细账 是不是就会出现了 代方余额134 我们假定没有起初数 你这134啊 你要反映到预付账款是不合适的 这是欠人家的 你也不能在预付账款前付的 不合适的 报表上 该是资产就资产 该是负债就负债 本身这个的性质就是应付账款 那也就是说 当预付账款所属明细账 要出现了代方余额 是什么 是应付账款 那这是一个问题要明确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件事情 如果说企业 预付货款业务不多 没有设置预付账款科目 预付货款业务通过应付账款来核算的话 那你第一笔业务发生了 我们就不看这个预字 看应付账款 会出现借应付账款 代银行存款 在第二笔业务没有发生的情况下 你说这个应付账款 借方是不是就有余额100万 那报表上 你不能说我应付账款来个付的100 那不行 本质上是你的一项资产 是预付账款 那么个东西 我们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 都是核算企业的购货业务行为 说企业不设置预付账款 那你说付钱 我能不能反映其他应付账款 他不行 其他应付账款不是反映购货的 你说我能不能借记应收账款 代银行存款 也不行 应收账款是反映销售业务行为的 所以我们是这样讲 当企业不设置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的业务 通过应付账款来核算 那现在应付账款所属的明细账 就可能会出现借方余额 借方余额是什么 那是预付账款啊 报表上反映到预付款项里 所以呢 大家就会看到 那你应付账款 不能根据总账来了 因为应付账款所属明细账 要是借方有余额 它是预付款项 只是代方的余额 才是真正的应付账款 那对于预付账款 你设置这科目了 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代方余额 代方余额 它本身就是应付账款 这么个事情 所以我们看报表上 你说应付账款项目 根据什么去填 把应付账款 和预付账款 做为一组 我们看报表上怎么填 报表上的应付账款项目 那根据应付账款所属明细账 代方余额 预付账款所属明细账 代方余额 要看明细账 那么报表上的预付款项项目 要根据应付账款 所属明细账 借放余额 预付账款所属明细账 借放余额来填 会计科目叫预付账款 报表项目叫预付款项 字不一样 也就是说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 都与企业的 购货业务相关 两者是一组的 看明细账 别管哪一个明细账余额带方的 那都是应付账款 明细账余额是借方的预付款项 好那我们再看与销售业务有关的账户 预收账款 应收账款 这也会涉及到按照明细账余额填列的问题 比如企业 在销售商品之前 预收客户款项100万 如果企业设置了预收账款 我们处理时借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增加了 借银行存款 没有提供产品 收钱 负债增加 反映到贷预收账款100万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向客户提供自己产品 提供产品是确认收入 假定提供产品的价款是200万 那会有贷主营业务收入200 同时要反映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向税额34 为了便于管理 我们把234的价税合计 都反映到预收账款的借方 要不然不好对账 那我们会看到第二笔业务发生之后 预收账款所属的明细账 是不是就出现了借方余额134了 我们假定没有期出余额的话 是这样 那你说性质是什么 性质是应收账款 我们东西价税合计234 结果呢 客户只给我们100 那就应收呗 134 也就是说 当预收账款所属明细账 要是有借方余额的 它是一项应收账款 你要反映了应收账款 向不上去 那接下来再说 如果企业啊 预收货款业务不多 可以不设置预收账款账户 把预收货款的业务 通过应收账款账户来核算 那说到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 第一笔业务发生 因为预收跟应收是销售业务 那我们借银行存款 代方代计应收账款 你不能代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是购货业务 你也不能其他应付 那是往来的 我们只能反映到应收账款 在第二笔业务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那应收账款所属明细账 就是这个明细账 就出现了代方的余额100 性质是什么 性质上预收啊 所以当应收账款所属明细账 由代方余额时 报表上反映到预收款项上去 这不都根据明细账来吗 我们看报表上如何填列 应收账款项目根据什么填 应收账款预收账款 看所属明细账 别管哪一个 所属明细账的余额 要是在借方 都要反映到应收账款项目上去 但是这一项应收账款 如果说提过坏账 还要把坏账准备给扣了 报表上的这些资产项目 填列的时候 如果资产提过减质准备 都要扣除 反映的是账面价值 就是资产账面价值 是余额要扣掉减质准备的 那接下来说 报表预收款项项目 应收账款 预收账款 所属明细账 那每一个别管哪个 余额在代方的性质都是预收 把它反映到预收款项上去 这么个过程 那下面第三 根据总账科目和明细科目的余额 分析计算田律 有的考虑总账考虑明细账 比如说 报表上有一项叫长期借款 那长期借款里面 总账假定说有五千万 可能有几笔长期借款 到一八年底的时候 有一笔呢 六个月就要到期了 那你要把六个月的书给扣了 六个月的就应该是属于 流动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项目去反映 那流动负债 剩下的 再反映到长期借款里去 知道这个事 那下面说 根据有关科目余额 减去其背底科目余额后的 净额田律 实际上也就是说 要把一些 减值准备给扣了 比如说应收账款 敌坏账 把坏账给扣了 长期股价投资 提过减值准备 反映到长期股价投资 减值准备也要扣了 你像长期股价投资 有余额是 一百万 提了减值准备二十万 那我们长期股价投资项目 填八十万 对于固定资产来讲 我们应该是固定资产 因为它反映的是原价 要减累计折旧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最后体现的账面价值去填列 那对于无形资产来说 同样无形资产 账户反映的是原价 无形资产原价 要减去累计贪销 减去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这样来进行填列 最终都是账面价值 我们看那个例一 某企业 18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 科目余额是一千万 累计折旅科目余额三百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科目余额是五十万 那你计算一下这企业 18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 固定资产项目的金额 固定资产项目 要反映账面价值 原价减累计折 就减去减值准备 所以这就没有问题 一千减三百再减五十 六百五 是反映一个账面价值 报表上所劣势 第五是综合运用 上述填列方法 分析填列 那你比如说 资产负债表上 有存货项目 反映的内容真的很多 材料 在产品 产生品 都是 那我们如果说 把自己的材料 委托别人加工 那材料还是我们自己的 反映到委托加工 物资也是存货 那周转材料也是存货 材料要实行 计划成本核算的 设置一个科目 叫材料采购 了解一下就够了 也是存货 如果说 我们实际成本核算 材料已经取得了 但还没有入库 在再突物资里反映 还有呢 说把材料 现在发出去了 但是还不符合 收入确认条件 我们通过发出商品核算 毕竟这十个 还是属于我们存货 计划成本核算 还会有一个材料成本差异 我就不再展开说了 那反正都是与存货相关的 这相关的 那有的可能 像材料成本差异 还有存货 人家准备余额在代方 代方减去呗 借方都加上 那就是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看一下例二 某企业 18年12月31日 工程物资科目的余额是100万 工程物资并不属于存货 这个题目上算 存货项目的金额 工程物资 因为不是属于出售的 我们要谈存货 最终目的一定是出售 你买的工程物资 适用于建造 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的 所以它不属于存货 发出商品是存货 这80要算 原材料余额100 是属于存货 材料成本差异 代方余额10万 那要减去 因为借方余额增加存货 代方会减少 存货 递价准备余额的 代方的 那要减去 存货增加准备有余额 一定是代方 就是说对存货提了 减值准备 我们反映到存货增加准备 这样呢 资产负债表上 存货项目的金额 80加100 减10减5 165 我们看第三个大的问题 利润表 一个是利润表概述 利润表是 与一段期间相联系的 反映一段期间的 经营成果 比如说某公司 18年度 利润情况如何 这样一个报表 那利润表的一个结构 比如18年度 我们有营业收入 然后要减去 营业成本 税金机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加上公允价值 变动 收益就加损失减 投资收益加损失减 其他收益 之后是营业利润 和前面的一些都是 营业利润的 影响营业利润了 我们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减利外支出 这当然是与日常活动 没有什么关系的 算出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 靠掉所得税费用 形成的是一个净利润 加上其他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 最后有美股收益 价值这么一个结构 接下来说利润表的编制 是一个多不适的 你看有营业利润 有利润总额 有净利润 有综合收益总额 那首先是营业收入为基础 要减去什么营业成本 最经济附加 前面大家也看到那些项目 算出的是营业利润 然后接下来 营业利润为基础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算出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 减索的费用 算出净利润 净利润 微基础 加其他总额收益 算出总额收益总额 这么个过程 那项目填了也说明 大致说一下 利润表冒 一段期间的发生额 那我们要说营业收入 这个项目是根据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本期发生额来填的 都是与日常活动相关的 放在一起 那营业成本 当然也就是根据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放在一起的数来填 税金际附加 就是本期寄到税金际附加 一共有多少 把它放在一起来填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你都按照本期的发生额来填 就可以了 资产减值损失 对资产体检值 除地盐所得的资产 有这么个词 体检值不再及资产减值损失 剩下的 资产体检值都放到 资产减值损失里面 好了 那资产减值损失 发生额多少填多少 供免价值变动损益 前面也谈到过 比如交易性金融资产 供免价值变动 如果有收益了 你就挣的 损失填付的 投资收益 对外投资 实现的 那基本是这样一个概念 收益挣的 损失负的 那营业利润就算出来 它是个计算的数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与非日常活动相关 我们前面也谈到过这个 也是根据它的发生额来填 利润总额就有了 所得的费用 也是根据它的发生额 本期一共发生额有多少 往上填 我们算净利润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那也就是说 扣掉所得税的影响 比如说其他综合收益 如果是发生的增加100万 所得税要扣掉 25万 那填75万 最终综合收益是算出来的 美股收益 一般的了解 就是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美股的净利润 大致这么个概念 我们看下面的例三 这个呢 算一下营业利润的数字 某企业18年 发生的营业收入是1000万 营业成本是600 销售费用20 那你要算营业利润 营业收入1000 可能要有 营业成本600要减去 然后呢 销售费用 费用吗 营业利润会减少20要减去 管理费用 也值费用50要减去 财务费用10万 那也要减去 投资收益 收益嘛 增加了 加上个40 资产减值损失 那 我们要减去 70万 公允价值变动 这是个收益80万 你就加上 营业外收入25 营业外支出15 与营业利润没关 它会影响利润总额 但不是营业利润 所以最终经过计算 我们算出来的是370 这门课介绍的是会计基础或会计原理 是为我们后续向注册会计师 中级支撑 税务师 做铺垫 我相信大家当然要进行后续一些课程的学习 比如说注册会计师 当然要说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比较难 那只要大家好好学习天天相杀 没有任何问题 你只要努力了 一定会通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 当然别的一些资格考试 只要努力也没有任何问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潘 无论参加何种考试 祝大家轻松过关 谢谢大家